我 哈囉大家是鷹男 我們今天要繼續來歡迎 下午的跑跑跑跑薑餅人哦 那大家看到我們剛剛那畫面的話 就是我們最近的話要更新 改版一波啦 我們的新餅乾又要登場了 那這一次的話是我們這個 我忘記他是什麼了啦 他好像是什麼古樹捲吧 就是我們之前故事模式跟三隻動物 一起 一起一起一起體驗那個就是 呃體驗我們那個世界的那個餅乾好不好 因為他不是妹子我就沒有那麼記他了 但是其實他好像還蠻厲害 剛剛看他的動作好像也蠻帥啊 但是線上的話最近的話就是 我有一隻新的這個餅乾出現了好不好 所以大家的話都可以來抽一波啦 對不對沒有問題 新活動開始 那這邊的話扭蛋這邊的話應該就會出現那個新的那個餅乾了哦 對就是我們這個新的叫什麼名字啊 哈哈哈哈 完蛋了他叫什麼名字 我忘記啦 完蛋完蛋完蛋我先看一下他叫什麼名字哦 好像叫什麼 吉拿棒啊 哎吉拿棒啊 對啊我忘記他叫吉拿棒哦 那吉拿棒餅乾的話目前來說是我們活動的那個就是 剛才已經講成植物了好不好 是我們活動的那個就是新的一個角色哦 那大家是可以來抽一波 那這次也有這個三人八量的這個就是那個他的那個寶物哦 所以基本上也是可以來抽一波然後來玩一下這些活動的哦 那今天的話呢 那既然他都已經出現了那我們當然是要好好給他 祝賀抽一下吧好不好 讓他看一下他願不願意來我們的家這樣子哦 那這邊的話因為最近已經太忙了 所以也沒有就是去看官方的影片了 那吉拿棒這邊的話基本上大家也有跟哲平講一些就是 好像有他一些資訊吧 不過哲平都還沒有看了真的是太忙了哦 我們2月27號跟2月28號的時候要擺攤啦 為了哲子而忙好不好辛苦辛苦 但是沒有關係我們就繼續玩 那大家有一關於就是我們吉拿棒的一些資訊哦 歡迎再繼續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 還有分享給一些需要幫助的觀眾朋友們知道哦 那我們今天就直接先來開抽了 反正就是先把他抽出來然後去玩一下他的那個就是 我們那個體驗影啊來 拜託一發入魂吉拿棒餅乾 這次的話基本上我就沒有像當初看到動物餅乾那麼的那個 驚奇哦因為我覺得就還好哈哈哈 還是動物餅乾比較可愛啊 好來這邊第二隻來了中了 哇結果就竟然是動物餅乾 哇動物餅乾一定要十等了啊我的天啊來 哇竟然是西洋棋餅乾就厲害了好不好都沒有中 我覺得我最近的這個抽運啊好像真的是 不是頂好哎對不對不是頂好來看一下我們第20抽 拜託吉拿大餅乾登場登場 快快快快 雖然我沒有對你那麼有興趣但是我還是蠻想要玩你看看的哦 又是西洋棋 OMG 喔來了 水啦召喚吉拿棒破壞障礙物好不好 感覺他跟那個就是麻辣鍋是不是有點像 就是都是破壞障礙物 這我就不知道 然後這邊的話新寵物就是我們這個 好不好這長得很像樹木的東西 1900我覺得寵物也是蠻難抽的啦 我從一開始玩的時候覺得這玩遊戲非常非常好抽 我抽到最後發現其實他還是有一點點那個抽的難度在的哦 來寵物直接一發入魂 謝謝大家帶走哇 純淨泡芙 來一發入魂帶走 哇 又是糯米海報 我覺得糯米海報真的很常出來綁手哎我的天 來吧再抽吧 只能抽到為止啦 因為這遊戲基本上的話你要跑他的那個餅乾挑戰營的話 你就必須一定要就是每一隻都抽到這樣子哦 就是角色啊跟我們寵物都抽到你才可以跑那個挑戰營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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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吧 哦又是天使英元棒很常來呢 啊水 夢見成為大樹長出吉達曼伯斯夢之樹沒有問題啦 水水水好不好 還算是ok還行好不好 那今天我們就來玩玩看我們的這個好不好 挑戰營應該是ok的 自由賽又出現了然後這邊的話逃出團也重新結算了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就可以來換一波那個 換一波我們這個風精靈餅乾哦 那風劍手餅乾這邊會感覺比較多地方可以去兌換啦 所以應該換個風車小草比較實在一點點吧 好不好我是說吧哦來試試看沒關係 這個反正我們就慢慢跑嘛 繼續換就可以了 因為我記得這邊好像是不是也可以換啊 還是不行 這邊好像排名的話 好像好像不行哎 結算獎勵啊結算獎勵 對啊他還是換那個就是海妖精的好不好 所以要再看看 所以要看大家要換那個風劍手 還是要放我們風車小草哦 好沒有關係 我們這邊的話就來玩一下餅乾挑戰營 那我們這邊的話上一次這個 上一次那個什麼啊 上一次這個結算了嘛 所以現在沒什麼問題啊 上次有跑到我們的這個鑽石階級 沒一起的話基本上是努力跑到鑽石階級的話 你就會拿到1000鑽石 還有我們這個5的靈魂藥水 這是比較低階的哦 你這高階一點的話就可以拿更多東西 還算是蠻爽的哦 好那我們今天就來玩玩看我們這個雞納棒餅乾 那接下來的話應該就是要來處理一下動物餅乾這邊了 但是動物餅乾這邊的話我們比較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這邊動物餅乾的話那個 資源非常的豐富啊 這就不用緊張啦 那你基本上抽到我們的夢之樹跟抽到我們一般的那個餅乾的時候啊 一開始抽到的話基本上他都會給你4個啦 所以一定都是LV4等起跳這樣子哦 然後他這邊推薦我們的寶物是那個劍帶跟我們這個營養的樹的那個 綠翼 然後還有我們這邊奇幻撲克牌哦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話大家是帶上那個蛋蛋還有奇幻撲克牌跟我們的那個 時空剪刀好那這邊的話都換掉因為我這幾個 都還蠻低等的哦好我們這邊的話帶上的是我們的 這個時空剪刀然後蛋蛋也可以帶好不好 蛋蛋這邊的話我們也是8等的也還行然後再帶個 再帶個這個吧瑞士熊熊吧我還蠻喜歡瑞士熊熊的哦 好那看一下我們這個雞納棒餅乾的挑戰營裡面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哦 還蠻好奇的啦沒跑過來試試看 那是大樹裡面然後他會召喚這個哇 感覺很好吃呢哦 哎真的這雞納棒感覺超好吃的 當然大家去電影院裡面會點雞納棒嗎 其實我比較少在吃那種東西哎 我比較喜歡吃那個德國熱狗寶啊 我超喜歡德式香腸德式香腸很長又很好吃 我不知道他跟一般的那種熱狗或是香腸比較不一樣 我覺得他那個就是Q彈感非常非常好吃 我還蠻喜歡吃那個 德國香腸的哦 尤其是那種辣味墨西哥寶我最喜歡了 這邊很能吃辣這樣子哦 然後沒有問題這邊的話呢前面還算是很ok啊 反正試一下的話我會再努力的 就去把他那個所有的那個就是什麼 把他所有的那個哎該怎麼說呢 把他所有的就是那個紅利啊都玩一玩 這樣就有機會做魔法糖了 但希望這個魔法糖不要跟那個就是 拖絕茶餅乾一樣衰啊 那大家有跟我講說可以用鑽石去換那些就是獎勵 然後讓他們去做起來 但是我覺得鑽石 還是還是得留一些會比較好一點點哦 我這邊好多飛魚哦 感覺還行哦這關卡不會太難哦 應該是還好 來來來繼續吃起來鬆跳 吃石鐵吸起來往上跳 那這個不是傳奇餅乾都很辛苦啊 都要自己慢慢吃這個就是彩雄這樣子 這到底是什麼鬼東西啊 那棵樹哦他只是過去 賞那個東西而已 他夢想他這麼自己成為一棵樹嘛對不對 好沒問題 感覺應該是還好哎 我覺得經過有有經過那就是 古樹錢幣那邊的洗禮啊 你玩這些關卡真的都會覺得就是 哎還好就是不會太過於複雜 這樣我覺得那個經過那個古樹的錢幣洗禮之外 你都會你都會覺得哇 這些關卡真的是很仁實呢哦很仁實 哎跳吃沒問題哎 他大招我也是蠻喜歡的那種類型 我喜歡這種就是大招會直接就是那個 可以就是飛來飛去 這種真的是很好操控哎 那最好是可以像就是那個啦 就是偶像姐姐跟那個就是 閃耀姐姐的那種最好 就是可以直接就是進到另外一個區域 然後直接就是跟與世隔絕那種概念 但與世隔絕比較缺點的地方就是 如果那個時候有著一個柴熊熊的話 因為你不是傳奇餅乾嘛 那你就會吃不到那些柴熊熊 就會也是也是也是蠻麻煩的吧 但至少就是他有另外一個地方 可以幫你加分 然後你就會比較舒服一點點 其實我比較喜歡就是那個 寵物那邊的一些東西 或是火法堂那邊的一些概念是 能夠像那個就是閃耀之星姐姐那樣開車的 因為那樣不會保命 要不然有些就是他的那個 閃耀之星只是叫出什麼東西 然後讓你加更多的分 我覺得那個就就超超級超級不好用的哦 我覺得還是要保險一點點你知道嗎 太常玩那個忍忍的話你就會覺得 哇真的是一切都是必須要那個 保險一點點會比較好一點點 哦他是發射他旁邊那個吉拿棒的那個餅乾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基本上是可以跑到了那個 白銀二階哦 所以這個等級可以直接跑白銀二階 我覺得後面的話應該 就也只要在提升我們等級 然後再把我們魔法堂升級起來的話 應該就比較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哦 反正我們就是盡可能先來 解決一下我們這邊的一些那個任務啦 弘利任務非非常非常重要啊 這邊只要解決我弘利任務就可以了 好那這邊的話平常的話 哲平的解方法的話 就是我進去然後一吃到那些東西的話 我就馬上按中止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方法好不好 因為我真的沒有太多的時間了 我就是盡可能就是比較速刷那種概念 因為其實炮加密人的話 他每天要打的東西也還算是 我也說很少啊 你要跑那個 逃脫賽可以就是等到最後再跑嘛 但是你要跑那個就是 寶物箱啊 或是各個餅乾的紅利啊 然後現在又有活動要刷古幣啊 然後又要刷那個就是我們就是那個 綠意的那個寶物 所以其實一天要玩的東西還算是蠻多的 然後加上哲平其實玩的蠻多遊戲的哦 就是會比較卡手一點點 但比較閒的時候都沒事了 那我就這樣中止這樣子哦 不知道這個結果好不好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們自己一些就是 刷我們紅利的一些方法了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話就是我們 吉拿棒餅乾登場啦好不好 是一個全新的餅乾 那大家抽了沒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 你們抽了多少抽才把它抽出來哦 那關於吉拿棒餅乾的一些資訊 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啦好不好 那 觀眾朋友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